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大盘连续反弹两天之后 今天拉回跌了18点 我们看今天震荡整理 中场是跌了18点 那大盘目前的格局下跌1092 那反弹750 连续两天在整理量一直缩整理之后 连续两天占上1000利 今天又跌到977 我想这个我不用多讲 应该跟政治面有关系 说到内阁总词 只有搞了半天只有一个人词 当然好像大家期待又有点落空了 所以现在大家好像稍微又陷入点灌乱 那我们说这种格局之下 你要很小心 大型的股票不要去操作 未来的重心 一定在中小型的股票上面 这我前几天就跟大家讲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来今天上市的股票 成交值排行榜第一页 62页第一页 全资股好像都落势了 你有没有觉得 但是有一个族群好像很强 上贵的股票成交值排行榜 47页的地页 还有涨停板的 所以你发现上市 跟上贵的脚步好像不一样 因为上贵毕竟全资比较小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的方向 就在这里 要操作重心在中小型的股票上 不是全资股 那我们说大盘的格局 在这里暂时有翻多迹项了 但是要注意什么 周线上档反压非常沉重 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 后续有涨的空间 但是不会太大 那如果不会太大 请一下 就是一个个股表现 所以这个时候 全资股不大会动了 你要重心要到中小型的股票上面 那我们说内股也不同步 因为有的在转空 对不对 像金融像钢铁 这都反压重重 对不对 但是有的有机会了 像什么 像电子股 对不对 像什么 像17开头 41开头的什么 化工 对不对 化学 有没有 这个生技股 所以我们说目前的重心 只有两个 一个是电子 小型的 中小型的 第一个就是生技 族群 我想这是明确 方向非常明确的 所以当你看得懂之后 你才有赢了机会 我们看 昨天我女儿问了一个问题 她说 爸爸孔子说 君子有所为 有所不为 请问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是孔子说的 在孔子现文篇说 子曰 君子有所为 有所不为 她问这句话什么意思 她平常很喜欢问我说 爸爸股票要怎么做 她很想赶快来学操作股票 刚好问到这个问题 我就跟她说 女儿 其实你不懂 孔子在一千多年前的孔子 她就懂股票操作的道理了 她已经知道说 有的股票可以买 有的股票不能买 多头的时候可以买 空头的时候不能碰 她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了 真的吗 她还真的 不然怎么会讲 有所为 有的事情可以做 有的事情不能做 对不对 代表什么 你要操作股票 多头的时候可以做 空头要避开啊 这不是在讲这个道理吗 有的事情可以做 有的事情不能做啊 不是在讲这个道理吗 那我就举一些股票 跟她做例子 来我跟她说 我说我今年年初的时候 做一档股票赚很多钱 这档股票叫什么 叫做太极 那我们看太极从14块 涨到26 27 对不对 那28块就一倍了 所以我们很短时间 两个多月而已 涨得快一倍 有没有 时间是102年的10月11号 10月15号 到102年的11月7号 中间 还好啊 一个月不到啊 对不对 20天左右而已啊 那为什么20天左右 我可以赚了70几% 因为那股价比较低 所以赚8块3不得了 赚40几%了 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 一个月不到 大概20天而已 我可以赚70几% 那原理是什么 就这样啊 它就这样喷啊 我就操作两次就有了 那我们看从时间 从102年到现在 103年 现在12月了 经过一年了 在这边 360几天过去了 你什么时候看我讲 说太极很好 那为什么我不再讲太极 应该很喜欢做太极才对啊 你做做看 看你会不会重上 所以为什么不做太极 就没有翻多啊 你做也没有用啊 懂意思吗 所以回到孔子刚刚讲的话 你这段不能做啊 对不对 孔子不是跟我们说 怎么样 君子有所为 有所不为 多头时候可以做 空头不能抢 就是不能做啊 所以这道理如果你不懂 那你跟他追进去 那现在你就受伤了嘛 你就套牢了嘛 懂意思吗 所以孔子不是这样说吗 说什么 说君子有所为 有所不为 有时候可以做多 有时候不能做多 就在讲这个道理 懂意思吗 所以当他没有翻多的时候 你去做多 哇 你财产一半不见了 所以你看这几个月 我什么时候跟你讲说太极可以买 不会啊 为什么 这就是空头隔曲啊 你去做也没用啊 但是到了这里 你再注意一下 再注意一下咯 那已经三线翻多了 所以我们在回想说 过去这半年 从六月开始到现在十二月 过去这半年多少人叫你太阳能多好 多好多好 结果你买进去了 懂得没有 不管你买什么太阳能 是不是都伤得非常非常的重 你买中美金你买绿能你买合金 你买森阳科你买什么都一样 你买一堆太阳能就套了一屁股 为什么 就没翻多你去追有什么用 追完很简单 做伤的人就是你啊 那为什么很多人会追 因为他不晓得趋势已经转空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他一直讲一直讲讲的半年 哇这两天长起来他很厉害 那买了这段怎么办 这高点买了怎么办 那这样有很厉害吗 这不厉害啊 这套了一屁股他哪有厉害 所以这六个月讲到太阳能的 你看哪一个不中伤哪一个不断头 那你看这六个月张宇明什么时候跟你讲说 太阳能很好赶快买 没有 为什么 就没有翻多啊 我们再讲第二档 资源 这是我102年12月到103年2月 这段期间两个月左右我操作12345 我做了五次的资源 为什么 因为当时格局是多头格局 对不对 就这张图啊 当然从那时候操作到现在 快一年了 十个月了 请问这十个月 张宇明有没有讲过资源好 没有 那为什么 你再去买资源看你会不会伤得很重 对不对 所以这一段就是不能买 所以我不会去讲我也不会买 懂意思吗 你不能买的时候你不是一直凹 一年365天都讲资源 一年365天都讲太阳能 一年365天都看好上瘾 这鬼扯这个不对的 这关联完全是错的 懂意思吗 所以你当不小孩避开 这个伤害就造成了 来 为什么这段我不讲 有讲过空 就是格局你看就懂 哇糟糕 这空头非常严重 反应要重重 但是来到这里来特写 注意喔 他已经三线翻多了 有没有看到 他已经开始慢慢三线翻多了 那为什么我还是没有讲 太近的地方反应要太沉重了 所以我表示说这里上档压力很沉重 那这种股票我就不做 这样懂意思吗 来 阳城 去年的5月8号到103年2月17 中间大概多久 大概7个月加2个月 大概9个月嘛 我做1 2 3 4 5 6 7 8 9 我做了9次的阳城 这段期间我做了9次的阳城 很幸运喔 刚好每一笔都赢 每一笔都对 那你看时间过那么久了 头头边我为什么现在不讲阳城 你看你怎么做啊 你做一定中伤嘛 高点160 这一波跌到42 所以这段期间如果你去做阳城 讲阳城 噢 伤得很重耶 对不对 原因就在这里 头这边喔 所以不能买的时候不要去抢 你抢了就很容易中伤 那如果一年360天都讲阳城 噢 那就赔七几%了 那如果中间买很多次 我那就赔300多%了 对不对 那就很简单 一定伤得非常非常重了 那为什么这段我不做 你看这格局就知道了 有没有 这非常混乱的格局 反押非常的沉重啊 这种格局的股票不要去碰 不要去买 就这么简单喔 来 那我们看这段 大涨压回 为什么这段会大涨 这段会压回 那现在该怎么做 答案不在这里嘛 为什么它会大涨 那就翻多啊 那你给它坐上来看会不会赚钱 一定会的嘛 这段呢 翻空啊 那你给它买下去看会不会重伤 会喔 一赔三十几%当然重伤啊 那我们说现在的格局呢 在那边整理 那慢慢有三千万多迹象了 对不对 只要突破这个反压区 那就有机会上去了 所以做股票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就跟孔子告诉我们的话一样 孔子有所为 有所不为 对不对 股票不是天天可以买 多头来的时候你才可以买 空头的时候要避开 不可以买 孔子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啦 那只是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而已 所以我们说回亚克多头的时候 会不会做多会啊 那空头的时候很简单两个方式 第一个避开第二个放空 就这样而已 那目前呢 目前偏多了 就找突破反压 就是一个进场点 来 比如说上瘾 我想这段股票大概有 一年365天都喊多都看好 喊多看好 对不对 40%就不见了 那为什么这段不能看好 那现在呢 你告诉我可不可以看好 你怎么看好 你看好你就赔死了 对不对 所以有人上瘾一讲半年 他说这两天终于对了 那请问他是对还是不对 一错错五个月 一赔40几% 好不容易终于对 压扳回一点点 那请问这个人是退操作 还是不会操作 那你需不需要你的股市人生 是这样做的 一跌赔40几% 好不容易再回来一点点 那也不晓得能不能继续 继续赚下去 对不对继续回本下去 有没有 一跌就40几% 然后抱着傻傻抱着 每天看好 那为什么不要跑 你要买最近再来买就好 你买这一段就好 你为什么要买这一段呢 所以股票市场真的是很可爱 所以你看每一天 有一个好的朋友 他也跟我拥有一套股神系统 然后他跟我说 他看股神系统 然后再看很多人在解盘 就发现太多人在鬼扯了 明明空头格局 然后每天乱吹 我想这样会伤害到很多人 不好 那为什么他会跌50几% 那现在呢 这段不用讲 绝对不能买 所以有人说生技股 哇最近涨生技股 他好厉害 他讲了半年了 终于涨了 哇到了半年了终于涨了 那你觉得他对还是不对 这是不是你要跟随的人 来你告诉我 每天都讲生技股 跌半年了 终于终于 哇拉个一两根停板了 哇天啊 那请问是赚钱来赔钱 一定伤得很重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几天我跟你讲创严 我之前都不讲 为什么 这一段我不讲 空头格局 为什么最近我跟你讲创严呢 三线翻多了喔 有没有 有齁 有齁 你会觉得好像不大一样 是不一样 为什么可以连拉两根 三线翻多 就这样子 你看过去半年 什么时候拉两根给你看 有偶尔拉一根 但是一样掉下来 什么时候连续拉两根给你看 为什么 因为三线翻多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 买得早 不如买得巧 吃喜酒的时候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为什么 有时候我们吃喜酒 那喜帖上面都写 12点请准时入场 那我们就很乖 12点就去了 去了当然客户 稀稀落落 一个桌 30桌来不到两桌 那怎么可能开桌 等客人来啊 对你不可能30桌的客人 然后两桌来 你就开桌 不可能 那我们准时到了 只能在那边吃瓜子 扣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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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饮料 但是瓜子你放心也没有很多 就是那一小盘 那每个人都要磕瓜子 磕磕磕磕一下没了 那瓜子没了怎么办 那人还没到啊 还没开桌啊 玩手机 上网玩手机 等了一个半小时 好不容易 终于要开桌了 这时候有一个 对面有一个桌子 对面有一个人 一坐下去 一坐下去 那服务生就把菜端上来了 开桌了 哇靠 真是幸运 那你看早到来 不是白等一个多小时 天啊 那请问是来得早 比较重要 对不对 还是来得巧 比较重要 来得早很简单 你就在那边傻傻等吧 反正有一天 总会开桌的 等一个半小时再说吧 那来得巧 一坐下去开桌了 真开心 所以有些股票 你不要乱追 你乱追没有用的 哇你等六个月了 哇到现在还在跌 为什么它跌那么久 它还在跌 不是本利比很低 不是前三千赚四块了吗 为什么跌那么深还在跌 来 到这边 天啊 为什么跌那么深还在跌 到底要跌到什么时候 来 那为什么这一段都不能买 来看一下 哎哟 空头格局 天啊 哎呀 原来是转空了 到这边 所以你买了半天 买了六个月 套牢 不但套牢 还套很深 那有一天 有一个人一买进 就开始涨零半了 三线翻多了 对不对 如果这样好不好 高手 趋势翻多才经常买 一买就涨 有信心抱 为什么 因为你买了涨 你就信心就抱得住 而且你敢加码 这非常重要 你抱得住 跟敢加码很重要 抱得住你才有信心 那如果你想了你买了以后 我要一套三个月 一套半年 从这边你这样股票一套 天啊可以套个半年 将来反弹 解套赶快卖 好可怕 对不对 被关了半年了 你在一个房间 把你关起来关半年 有一天这个环门打开 哎呦 赶快跑 没命 照看他背了 为什么 一关关在半年 你受得了吗 所以当买错位置的时候 当有一天反弹上来 你抱不住的 你抱不住的 你解套就赶快跑了 你赚不到钱了 懂意思吗 所以第一手就早早进涨 那边空等待 等了三个月 等了半年开始涨 一等怎么样 一涨开始等解套而已 他赚不到钱的 所以我们说啊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有些股票我都没买 真的我都没买 过去半年我都不碰 这股票我都没有买 为什么 刚刚讲这空头格局 我不会买的 对不起这种股票我不会买的 对不对 为什么不买 就空头格局啊 怎么看 看这里啊 对不对 有些股票我不会碰的啦 对不起 半年多过去我不买 你买了不是套四十几%吗 前两天还在破底而已 为什么这种股票不能买 为什么这里不能买 怎么看这个头 我天哪 这么多反你还怎么买 你有看到翻多吗 所以这种股票不能碰就是不能碰啊 股票上有太多假象了 太多假消息 要骗散户对不对 股市里面的假象太多了 虚掛买单 虚掛卖单 对不对 假装 整理 装弱 但实际上它可能要涨 反过来就是假装大涨 涨两天结果要中错 乱放消息 你也搞不清楚低档一定放利空 高档一定放利多 诡诈之数何其多 鸣枪案件齐发射 对不对 所以大户在想什么 股市里面大户在想什么 趋势会告诉你答案 当你看懂趋势 散户就等于大户 这真的喔 这不要开玩笑 当然你看懂趋势 散户就等于大户 真的吗 因为你不会买 你不会套嘛 头的朋友 你要套三层 套四层跟你没有关系嘛 当有一天翻多你买开始涨 那你不是大户是什么 你当然是大户啊 你比大户还厉害 对不对 头的朋友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股票 可不可以买 不行啊 这怎么买 这可不可以买 为什么跌那么深 你懂了 这不会买 不能买啊 因为反压很重啊 对不对 那这里你不会买 你一定会跑啊 反弹上你也不会追啊 为什么卖业要出现啊 这也没有三线翻多啊 懂意思吗 来到这里 上档反压重重 整理而已嘛 所以当你看得懂了 这半年你不会碰景硕的 你不可能去买景硕的 那你买很简单就套牢 不是吗 你不可能去买加联利的 因为这是空头格局嘛 当你看得懂了 你不可能去买单景啊 这是空头反弹而已啊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当你看得懂了 有点散户 你就算是一个散户 你也是大户 因为你不会买到错误的地方 这低会降到很低 当你买的股票开始会涨 你有信心 你第一个抱得住 第二个你敢加嘛 哇 那股市人生真是快乐啊 有没有道理 我们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现场 欢迎光临 诶 这是 这是MIT微笑标章的菱形钓牌 上面有MIT微笑标章 产业别图腾 验证机构 还有高张编码 哇 小小的大牌上 有这么多清纯资讯啊 如果不放心 还可上网查询哦 都挂保证了 那我来挑什么呢 挑款市集颜色啊 任名价格的MIT 安全健康值得信赖 大宇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致富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宇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致富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02-2500-6999 此外 十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有了额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最佳理打鼓也是 准备有了额排气密窗 准备有了额排气密窗 可以购买的翻多再进场 不是一买进去套半年 再再那个不对 所以我们说股票 它为什么跌那么深 一跌四几趴 一跌6个月 一跌半年 你这个当然没有答案 为什么它会形成这个头部 最后崩盘 同样一张图 好 来 要有没有答案了 我要求 这怎么反应要这么沉重 卖出去到这么多 所以這種股票你就不會去碰了嘛 你看這個沒有答案啊 你怎麼知道哪裡可以買 你看這個有答案啊 為什麼 隨時你都知道啊 任何一個點 好 今天走到這裡 請問可不可以買 不行啊 這反壓這麼沉重怎麼買 你看你就懂了 這可不可以買 不行啊 轉空了嘛 對不對 所以很簡單你看得懂你就不會去亂買 你就知道要跑 不跑沒命了 對不對 一跌一跌 跌到現在 到現在都還沒有犯多 所以任何反彈你不會搶了 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操作 道理跟原則 來 需要跌五層了 短線做一個反彈 為什麼這一段會跌下來 請問你要不要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這一段跌下來 投著面 很簡單 這裡你不知道要不要買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啊 對不對 到底為什麼跌下來的 高檔有什麼現象 你這個當然看不懂啊 那如果這裡會看到很可怕的事 你敢買嗎 你一定不敢買 那我們同樣的這張圖把它切換成骨神系統 來 同樣位置喔 來 你告訴我你這裡看到什麼 你告訴我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什麼你告訴我 你看到什麼你告訴我 你敢買嗎 同學 同學你會買在這裡嗎 不可能 你不肯買在這裡的 為什麼 這反彈要這麼沉重你怎麼敢買 這裡 就是這裡 在這裡 就這裡 你看不出來對不對 哎呦 這多一百多個鬼 那怎麼買 最後它崩盤了 那請問跌到這裡可不可以買 你一定不知道啊 為什麼 因為我把它蓋起來 你看不到你當然不知道啊 那你把它打開就知道了嘛 不是很簡單的道理嘛 把它打開就知道了嘛 你也知道你為什麼過去會賠這段賠了五成 那你知道現在到底可不可以買了 打開就知道了 有什麼好猜的 對不對 可以了嗎 還不行 為什麼還差一點點 因為它還沒有三千萬多 所以你再忍一下 懂意思嗎 等有翻多再說 這就是股票操作的基本道理 懂意思嗎 來 股市裡面有太多的假象 買賣虛掛啦 對不對 假裝在整理啊 多頭給你裝很弱 空頭又給你裝很強翻台 一兩天又給你跌下來 爛放消息 高檔放力多 低檔放力空 詭詐之數何其多 名槍案件齊發射 股市大戶在想什麼 同學朋友 你一定不知道 沒關係 趨勢會告訴你 當你懂了 你就是大戶 就像我剛剛講了 你在這裡知道你要跑了 你當然可以保全你的資金 你當然是大戶啊 你這裡賣在這裡最厲害的人 你當然是大戶啊 下跌五成 同學朋友 你會去追嗎 不會 為什麼 那又沒有翻多 你騎什麼 一跌五成 翻多了沒有 等翻多再說嘛 你何必猜 那會不會翻多 那問題猜錯怎麼辦 股市不是用猜的 懂意思嗎 當你看懂趨勢 散戶就等於大戶 你就是大戶 懂意思嗎 股票有人做 自然就會形成趨勢 你找答案 頂多是用猜的 那沒有用的 大戶知道的事情永遠都比你還多 這是百分之百確定的 當你看懂趨勢的 你的地位就跟大戶是同等的 是不是這樣道理 來 有人問我說 單股所單可不可以 單股所單就是把所有的部隊一次都派出去 只能贏不能輸 輸了就中傷 股票市場就跟打仗一樣 可不可以打輸 不能 仗有大戰力有小戰力 小戰力不一定要每一次打 大戰力你不能輸的 懂意思嗎 那如果把單股所單來做操作股票 那就每一次都大戰力 你每一次都把精銳部隊都派出去 那你只要碰到一次輸了 你就完了 懂意思嗎 有些強勢股不是沒有看到 是看到的時候 你陷在弱勢股裡面 東坦不得了 你資金卡在那裡 懂意思嗎 所以有的好股票 你知道嗎 你知道 可是你可能沒有資金可以買了 那就很可惜了 來 喔 它為什麼可以漲那麼多 懂得沒有 這就是啊 最近在整理 為什麼在整理 強壯弱啦 它假線啦 那整理一下就會再上去了 來 哇 你看這80幾%了 那如果你看得懂這裡是多頭格局 這裡喔 如果你看得懂這個是多頭格局 翻多了 你敢不敢買 這麼多買進訊號告訴你可以買 你敢不敢買 你就敢買 那敢買這段就是你的 這段不多啦 80幾%而已 那請問漲完了沒有 當然還沒有 你不用去懷疑他 懂意思嗎 還沒有啦 來 那這個呢 前面整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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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噴出 7根 8根 來 請問這什麼格局 投得邊喔 這個就是最強的股票 你不用去懷疑他 他就是最強的股票 投得邊喔 整理 今天整理 整理又怎麼樣 他就是最強的股票啊 所以你要買什麼股票 很簡單 多的市場就是買最強的 來 賺快錢賺大錢 快錢操作指標股 賺大錢一啟動你就要知道 那如果你要賺的錢又大又快 很簡單 在指標股上跟著趨勢操作 當然你必須有強大工具來判斷 如果沒有 那當然就做不到喔 懂意思嗎 做領頭趨勢股賺最多 這是永遠每一次都不會改變的 資金效率要高 必須要壓在領頭股上 趨勢股上面 操作這樣的原則 你就能夠賺到最大的財富 懂意思嗎 時間的關係 我們這一本 張愛民股市一錄 我每天都講很多的 比如現在講到500多了 很多人說 哇好好喔 然後用比超超超超 超了半天 有時候還沒超完圖卡就拿掉了 先集結成書了 來 張愛民股市一錄 1到200已經出版了 印豪出版了 說真的 印得非常的精美 每頁都是銅板子 非常非常的精美的一個印刷 我覺得看了都很感動 這麼棒 把這200個餘錄先放在一起 將來還會出300 400 500 目前出到200 1到200餘錄把它放在裡面 當然如果是有救會員 現在你是會員的 都會把它免費送給你 那你可能之前有參加會員的 沒關係 會用折扣來給你 那其他投資人 如果你想要擁有的 可以打電話跟服務人員詢問 怎麼擁有這一本 張愛民股市一錄 如果你問我說多少錢 我覺得是無價了 因為一個話 一個正確的觀念告訴你 你可能就會穩超勝券 少錯一個觀念 你可能就會輸得很慘 所以這本書你問我多少 我覺得每一個觀念都非常的珍貴 這個語錄正式印好了 有興趣的可以打電話跟服務人員詢問 我們見到這裡 下個禮拜再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價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旅行 如果我們嘗試不得解決 但我們嘗試一下 一只救世界 健能everyday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致富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